Subscribe 演員啊 演員我剛剛前幾天派了 趙齊鋒一個對 對面金 派給錢 有啊 有錢 他給我錢 也是派有一天 其實我習慣當導演 中國當演員 但是 有些人就是找我一天 他找我拍七天 他的立體裡面最多 還要打 但是還好就是有提升 但是提升不像我 提升比我還胖 OK 還有水有問題嗎 來 請問你們 在拍一部片的時候 有沒有能過一幾年裡有更多 大字族的空腹片 好像你自己參與的熱門啊 或者是 敵人結 更多大字族有這麼有娛樂性的 你們拍一部 在資金方面 這麼有行的 空腹片 如何突圍 可以給觀眾 一個很不同的感覺 是的 這個問題也挺好的 我覺得 大家看很多很大型的 動作電影 葉文也好 他有很賞心 越目的畫面 有很多很美麗的美女 做雷主角 有很英俊的做男主角 但是我剛剛說過 其實電影 不是在於他的資金多掛 多少是一個次要 其實是誠意加創意 你究竟想說什麼 我嘗試問大家 當你看一些比較巨型的製作 阿簡達 他想說什麼 你要想 你回答不到我 其實有些戲就是 一看 我喜歡明白的 走出門口的時候 我會知道 原來這件事 在影響我自己的將來決定 他在影響我自己 我覺得這些電影 在我來說 是覺得較為有意義 就不是單單看一個 很華麗的大型廣告 華麗的大型3D電視廣告前週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他有他的娛樂性 也可以滿足到我們一部份的觀眾 或者滿足到我們的很多時間去看 但是 你說要多錢 當然可以很多錢去做 但是當一多錢去做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責任 就是要提供投資者 他希望可以叫做 老闆不要死 你死了我沒有下次 甚至很多時候 在這個情況下 創作過程就會受到制造 因為我們必須向現實 這是公平的 我們要找一些 我們平時看的演員 我們賣慣了的橋段 那是騙殺了編劇 其實很多時候的創作 其實我們收到很多 但是無論是要這麼多 要這麼多的時候 相對來說 逼著這裏改一些 那裏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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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出來的時候 就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我們經常正面對的 所以這次我們寧願是 所以很坦白說 我們從第一天去創造的時候 就說 我不要那個市場 我不要了 我要的 我換回一個空間 換回一個創造空間 我想做一件這樣的事 我覺得這件事 是讓大家都容易明白 去感受到 這個對我們來說 這算是重要的 所以將來 你說即使將來 首先買一個廣告 Focus Fight OK 是華製間的 Focus Fight 其實我們經常說 這個不是單單是 純粹動作 其實這個是精神 這個是精神 即使我們是 來人的製作也好 包括我們選擇的題材 用的人 都不會 可能是一個 在大家項目中的周圍 不是見慣的那些事情 不過我們希望 真的用心去做一些 是有意義的事 那位先生就問了 最近有那麼 好像這幾年台 有那麼多大製作的功夫片 如夜問 敵人節這些 那麼大製作的功夫片 那 像這一部 打擂台的戲 要如何突圍而出 突圍而出呢 他就覺得 林家中先生就說了 雖然好像這些大製作 夜問 敵人節這些 有很多美女演員 帥哥演員 不過呢 他就是覺得 有時候一部戲 最重要的是主題 而不是那些 裡面那些 那些 而且什麼 而且包裝 而且包裝 那好像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大家應該有看過這部戲 就叫阿凡達吧 那他就問大家 阿凡達這部戲 的主題是什麼呢 他就是覺得說 除了娛樂性呢 主題是其實沒有的這件戲 雖然是大製作 不過卻沒有主題 但是他就覺得 像打擂台這樣的戲 是非常有主題的 而是他會影響我們以後 做的決定 因為他是有教育意義的 雖然有些戲 是有娛樂性的 不過呢 他們是為了娛樂大眾 而會受到許多的天職 因為有時候好像 那些大製作呢 他們會為了娛樂大眾 而多多 那真的太難翻譯了 你可以大概再說一部分 那就是關於娛樂大眾 那方面的部分 其實好像我這樣說 你說阿凡達表達的主題 很清晰 不過很遠 來大家都很遠 是比較遠 要比較吃力 還有可能是被他的包裝 已經蓋過了 那一刻看到 但是走出門了 我就忘記了 因為我繼續說 藍色那些特技 會怎樣怎樣怎樣 是蓋過了 變成沒有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除了娛樂之餘 我們需要有一個反思 讓大家去想想 或者上航出門 這個是不是影響我自己 在看這件事 平時我們自己錯過了 我們需要重新重拾這件事 去面對自己 這就是我覺得 是需要做的 都是這麼深的 一旦太深奧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大製作實在太多特技了 而忽略了那個主題方面的東西 那反而這部 戲像打了一台呢 會讓引人深事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OK 我們現在實際有限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你有沒有聽 在一個本地的地點 如果有 在一個本地的地點 這個兩麥黨 找到什麼意思 那其實 其實 我本身是有看過少許 當然了 我們接觸的渠道不多 因為香港來自一生意路 不得不入貨 我想看也沒得看 你明白嗎 真的 那你都比較激烈 我看過 其實我挺喜歡 當時那個小孩不笨 我說要賭過一些 我自己挺喜歡 因為我挺接近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 電影一定是很大的程度 建基於在你生活的地方 從那個文化機構出發 去看那件事 在那裏說 在那裏說那個故事 變成在外地的觀眾看到 才會覺得有興趣 還有有一個新的角度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自己 即使現在網絡世界的情形 我們以為自己可能了解 全球的看法 去到很多地方都明白 但是沒有感受過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 很多時候都是通過 聽朋友說 或者是通過音樂 或者是通過電影 這些平台或者這些媒體 你告訴我 究竟你們是甚麼 你們那邊究竟是怎樣的生活 你們的人的想法是怎樣的 我自己覺得 《小孩不笨》這類電影 可能當時 我覺得是有一種 刮一巴掌的味道 即是 生活體道 這樣又不行 這樣又不行 其實我覺得是好事 是好事來的 大家想想 其實 是否可以有 另一種方法去處理 在生活上 其實它反映了 某部份 新加坡文化出來 我自己印象其深 這個其實是一個方法 希望將來 我自己覺得 其實現在 新加坡 我覺得可以很多 很多發展 第一 你們實施了三級制 遲些又有甚麼團 我知道 我收到工 做了公共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可以慢慢慢慢再 容納多些不同的題材 容納多些不同的製作 這個我自己覺得 是正面的 將來會很普通 我自己覺得 好 那我最佳翻譯 就是 那位先生他問 林家棟監製 有沒有看過我們本地的製作呢? 那他就說 他其實是有看過的 不過並不是太多 因為香港就是比較現實 如果在這邊不賣座 那這邊就不會播放了 所以他看過的戲 就好像有 小孩部分是一部戲 他覺得那一部戲呢 是一種文化的表現 是一個國家的文化的表現 所以呢 有時候呢 你要身為一個本地人 你才可以真正深深深的體會 那裡面的戲 所要表達的意思 不過他就覺得呢 小孩部分這部戲呢 其實是非常有濃厚的意義的 而且他也是深深的反映了新加坡的文化 他覺得新加坡的影片是有發展的空間 如果好像我們以後會有博弈夫戲叫3D什麼團的 那就是 什麼團呢 我不會看這些戲 啊 不太清楚了 念孔了 他念孔了 他現在強烈了 你已經強烈了 不過我們 就是有發展的空間 我們好像也越來越放鬆了 所以 是有發展空間 大概就是這樣 是 老導人 應該是甚麼可以講 就是有些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 這部本土的電影 譬如《心魔》 《心魔》 《心魔》 第一家 你說 第一家 就是大概都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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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啊 現在都 新加坡投資 開始投資翻譯 多些電影 他有 "'心魔》 就是 裡面發展空間 林良 早晨 另一個就是 好像 怎麼 Unc 有些電影 是 是 可能 得不得 我們 似乎 很也許 因为我们不设计新加坡的温身,生活是怎样,是拍不回你们的味道。 这两个我们会拍回香港的味道,去给人看。 我们去国内也未必可能拍不到别人国内的感觉,每个地方都会不同。 大开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个地方都可以拍到一部好电影的,不过就是需要本地人,你要真正深深体会过,好像如新加坡,你在新加坡土生土长,你才会拍出那种新加坡的味道。 好,谢谢大家,谢谢李嘉宗,还有罗勇泰斯。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